告别独斑结业 只退按针,不退原额 记者实测,价格坏车,原额冻过水 开业仅仅15个月 全港首间共享单车公司告别独斑 宣布今月18号正式结业 用家可以在下月10号之前退回按针 但用正的原额就无法退款 要在今月17号之前用完 只不过,网上有不少副主炮轮 说想租车,但找不到正常车开锁 原额变相被充公 为了一试真偽 本刊记者在有大量共享单车停泊的天水围实测 试用原额租车 我们在天水围站出发 很快就在天耀找到一架 拍一拍QR Code 虽然看起来没有伤痕 但已经表示损坏 走前一些又再见到另一架 都是解锁失败 记者一直走到天水 足足试了32架车 只有一架成功开锁 其他都开不了 有些残破不堪 甚至是海底骑兵 即使有原额 都真的有钱没得花 最后教下大家 如果想退回按金 做法很简单 只要按设定 然后选择退还按金就可以了 公司会在两至三个星期之内退钱 记得在下个月10日之前申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